今年職棒首站 马总统致辞的时候就说过 我们要成立職棒二军 建立限制棒球队 不到一个月之后 中华職棒的二军例行赛 就在台中球场开战 只不过除了拉宁雄队之外 其他三队的二军阵容 都有不少商兵充数的现象 随着職棒越打越热 二军也被球迷忽略 偶尔才会看到网络上 有相关的讨论 并且质疑二军的借降过多 或是又看到投手兼野手的情况 到底今年体委会的二军培训计划 是不是又变成了冤大头 而纳税人的血汗钱 是不是又是石城大海了 今天的帮球周报 要带大家来探讨这个问题 事实上二军的能力资源 大部分三个主轴 主要就是带训选手 第二个就是借降 第三个是培训人员 自行培训人员 我整体看起来 借降自行培训人员 这个是站在二军里面 比较大的一个能力资源 去年中华职棒 从六队减为四队 因此经过特别选秀会之后 各队的补偿 还有兵源也更加充足 不过却让二军的农场制度 沦为带训球员培训 以及商兵附建的场所 完全失去了二军的意义 尽管如此 拥有一流教练 设备 以及能够集中管理的 中华职棒球团 仍然是每年主管机关 安置带训球员的 最佳合作伙伴 虽然做好了代训的工作 不过中华职棒的二军制度 还是有不少令人诟病的问题 首推就是二军的选手不足 因而到处借匠 维持二军的存在 以目前来讲 二军说借匠是不应该的 不过体委会 他是跟他们各个球团 有一个默契跟合约 短期内允许你一场比赛 有三个借匠可以去做 去打 然后再包含三个自行培训的人员 不过如果二军要让他正常的比赛 我经过这段时间的访识之后 没有借匠 没有自行培训是打不起的 先拿野手来说 今年兄弟上的借匠打击贡献最高 在本季一共2229个打击当中 借匠上场的次数就将近一半 甚至是相对打者的两倍多 在四队当中最为严重 而牛队的问题则是因为去年底 选入的带选选手都是野手 因此二军赛当中 借匠所分配的局数也超过了60% 与其说是新农的二军赛 还不如说都是靠业余选手在称局数 至于已经成立 二军野好一阵子的统一师队 这两年释出了不少选手 因此可想而知的 选手当然是越来越不够用 甚至在投打互换的情况 比向牛两队更加频繁 每年的选秀会 拉尼熊队都选进了不少球员 让二军农场制度不只是口号而已 熊队的二军可以说是中华职报的模范生 从四年前的南方之星开始 熊队就为了培养自己的选手而费尽心力 那为了让他们技术能进步 我想以塞再训是最好的 我们现在二军的练习 当然是根据一星他们的行程 然后来就等 所以我们的练习时间 大概就从早上10点 然后10点开始 中间差不多有20分钟的吃点心时间 然后一直继续到下午的方法 差不多3点钟 我今天力行赛 一个星期大概都三场至四场 因为老板很像我说 蓝宁二军的话就是要打满90场 所以我们大家都会打水深球队 像高院这边打 还有加藥 一些水深球队或机械鱼球队 然后就是一个礼拜 我们最多可能会有六场 其实在二军的话比赛的机会蛮多 蓝宁二军每天在澄清湖球场 按表操课 也存在着选手不足的问题 不过这只是在训练方面 当然借降我们是多少少会借 但是因为有时候 一斤全球下来受伤 一下来调整的全球弱点 因为每一个下来的话 总是要有人上一斤 所以上面有时候 有时候难免在那个… 就是返回球员会不足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需要一些借降 当然就是在那个大高的预防 如果有球员在比赛过程当中 如果有特伤的话 不要开天窗 大概就是… 我们大概就是做这个防备而已 从蓝宁熊队今年出赛数据来看 熊队既不会投打互换使用 也没有借降泛滥的问题 一来到比赛场上 熊队的球员以及代训选手 都能够有机会上场磨练 增加竞争力 来出来二斤调整 所以蔡老师在叫我的那个打击 我然后就才感觉 那个打击的动作有点猪狼 就感觉越来越好 这样子的 你说调整要在一斤调整 对我自己人也是不可爱的事情 因为你也有时间很大 二斤的话 如果你像你下来调整 就跟二斤的总统来讲 这样我要下来调整 那变成就是说 你比赛不变少 有可能就是说 为了让你保持那种比赛的手感 二斤的比赛 还是照外地有比赛的时候 就是中间拍了一拳 那你调整一下 在一斤的话 可能下场的机会比较不多的情况下 可能手感会比较不好 那在二斤的话就是 因为人手刚刚好 所以下来刚好有些机会 就是一直配到你联系比赛的机会 就是这比赛不会有陌生感 除了大手笔的投资二斤之外 球探部门成立 来长期观察业余选手动态 都是Lanew球团用心的地方 你在职棒圈子里面 应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 因为你对选手的了解 你对它了解更多的话 我想你选择财的那个心率 大概就会降低 那这样子对整个球团的 那个经济成本来算的话 其实是好像是 多花一点时间 然后一点人力 但是将来得到的回撤 我想会更多 今年入选中华队的林鸿宇 还有左投王毅正 都是Lanew去年选入的代训球员 再往前推一年的 忠诚又还有许明杰 同样有不错的表现 证明了没有状元签 也能够选到好球员 如果选手的量不够的话 你有很多项目 大概没有办法做很完整的训练 但你这样的话 大概训练起来的话 大概就… 我得到的效果 当然是不会那么好 Lanew的选手因为多 所以一军的选手 都可以参与在二军的比赛 这才是真正的二军存在的价值 你让一军的选手 能够到二军去做调整 然后自行培训的人去发掘 一些可以进入一军的选手 才是我们要看到的 二军成立的主要目的 另一方面统一室的二军 虽然并不完善 不过几位年轻选手 利用二军的比赛加强不足 升上一军之后 都有不错的表现 适时递补上来 在二军就是… 反正就是错误了 就是再来这样子 比较没有压力 反正就是让你一直持续 不断从初中去学习 在二军的时候就是… 尽量把自己的特性练得更好 然后上来一军的时候 能够对球队做出贡献 当然空有好身手 没有伯乐向众也是没有用的 球员最需要的就是舞台 这个时候飞总的信任 就是球员们努力打下去的动力 有时候飞总给我们机会 我们会特别想要去表现 然后来报答飞总这样子 之前我自己的手臂会觉得说 有些球就是会不太敢去做 一些拼的动作 会怕说如果没有接到 会怎样… 可是飞总会跟我说 你就尽量去拼,没关系 如果做不好的话就再练而已 对,就是情人扑着 飞总就是很尊重球员 就是让球员去发挥 就是发挥你的长处 职棒要走得长远 一定需要完整二军联赛 不是每一年都有好选手 从天上掉下来 已经二十个年头过去了 除了蓝牛熊以外的二军阵容 还是残破不全 主管机关也必须负起责任 绝对不是说句话 撒些钱就可以解决问题 从带训球员的选秀 签约到鼓励职棒二军的发展 相关制度都还必须要更完善 不少的细节都有进步空间 或许不用学美国分级的那么仔细 但是中华职棒要继续转动下去 健全的农场制度 绝对是必要的